萬聖節又來了 萬聖節通常大家都想起 吃西餐 畢竟是西方的節日 為何不可以在萬聖節用南瓜來吃中餐呢 今天就要為大家介紹一個萬聖節的南瓜蒸肉丸 究竟怎樣做呢 現在告訴你 材料有迷你南瓜和免治豬肉 首先第一步我們就要醃了些豬肉 醃豬肉的方法其實都是假常便飯那些 豉油 糖 鹽 麻油 胡椒粉 喜歡的滑草 還加少許酒來披群肉的腥味 醃豬肉的腥味 兩個南瓜 迷你南瓜就洗乾淨了 為何要洗得這麼乾淨呢 因為我們連皮吃 而且南瓜的皮也有很多營養和纖維 所以連皮吃是非常健康的 首先我們就要把底部切走它少許 令它站得均勻 然後我們就把頂部的蓋子切掉 滑完裡面所有的滑出來 看來我們把它切成萬聖節的食品 連南瓜也要切成千萬聖節的食品 我們也要切成千萬聖節的食品 我們沒有理由不在南瓜挑花 當然我們就要把卡羅里農場的吉祥物 這個大屁孔南瓜挑在這裡 好 我們挑完花之後 然後我們把豬肉釀進南瓜頭 你看看是不是很漂亮 上面有一個猴子佬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去蒸 蒸大約要蒸30分鐘 因為這個南瓜要蒸至熟透 我們才可以最後淋汁上去 然後你可以隔水蒸 也可以放在蒸爐裡蒸也可以 這個老張南瓜就已經蒸好了 然後我們就預備一個芡汁 開一盒熱水 然後加一粒濃湯粒 然後將它溶在水裡之後 完全溶了 它就成為了一個清湯 我們就加一些粟粉水 令它變成一個芡 一個稠稠的芡 這樣就淋上去這個南瓜 那為了這個是萬聖節 那我們就有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就是開心南瓜版 第二個版本就是血腥南瓜版 這個就是我們的清湯芡汁 我們就淋上去這個開心南瓜版 現在就到我們的血腥南瓜版了 這個是一些紅菜頭汁 我們加了這個紅菜頭汁 下去這個芡汁裡面 它就會變成好像血一樣 現在這個就是家長指引的時間了 好 各位 今晚究竟你要做一個開心南瓜版 還是血腥南瓜版 就你自己選 祝各位有一個愉快的萬聖節 萬安 好